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今天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要来跟大家聊越南 那欢迎到的是大地假期旅行社的经理Gavin 以及自由领队Sandy 两位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想请问如果说 像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去过越南 那如果说我是第一次到越南旅游的话 有哪一些是必去的景点呢 如果您是第一次要去越南的话 因为越南的面积比我们大蛮多的 那一般来讲它又分成北越 中越跟南越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北越 那如果你要认识越南的话 其实第一次你可以从北越开始 第一次从北越开始 北越 所以那我们就从北越开始讲 北越 我知道就是河内 很常看到这个名字 对 所以必去的也是河内 因为河内 河内主要是目前 第一个它是它的首都 首都嘛 对 那再加上呢 像我们的它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世界之类呢 就是夏龙湾 夏龙湾 对 那边有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个荣原洞的一个景观 然后在夏龙湾那边也是之前拍摄那个007的电影 对对对 好像有一部对 是在那边拍的 我记得好像是Golden High吧 对 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夏龙湾 也是世界知名的景点 对对对 对那还有还有哪一些呢 那像如果说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到像那个宁平 宁平的话它可以去做漂流 漂流 对三天三夜 河上漂流吗 对就是它会经过那个溶洞 那我们白天去游的话经过溶洞就变成晚上 那它经过三个溶洞看起来就像三天三夜 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哦 对对对对漂流的活动 一天然后去体验三天三夜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它如果溶洞然后就暗了 就暗了 然后出了溶洞天又亮了 天又亮了 哦好特别哦 然后你说它是在海上漂流吗 河上 河上 对对对 它是在河上漂流 然后一天就可以体验三天三夜的景色 它是用什么漂流 是船吗 就是竹筏 竹筏 对 竹筏 好天然哦 对对对对 然后你会带着他们传统的那个 斗粒吗 斗粒 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去做漂流的活动 对那也像在北越的话 那一般来讲还可以去欣赏它的水上木偶戏 水上木偶戏 水上木偶戏 然后呢可以去享受月室按摩 月室按摩 月室按摩跟泰式有什么不一样 呃它基本上月室按摩是比较有点像那种 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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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 对 有点像筋络 会比较 你知道吗 被掰来掰去吗 不会被摺来摺去 不会被摺来摺去 很舒服的 很舒服 对用那种手的力量去帮你做身体上的放松 对那如果说你是想去那种海湾度假型的话 就可以选择到中约的像 线港 线港对这也是很常看到的 对因为像目前台中这边好像也有 直飞了吗 对 直飞了 开始直飞了 而且好像台中飞越南的鸡票很便宜 很便宜 对不对 对所以这是你说可以去体验海 海湾休闲 海湾休闲 你可以把它线港想象成夏威夷 夏威夷或是巴厘岛 但是你不用飞那么远 夏威夷这样子 对你不用飞那么远 所以那边会也是很重视享受吗 对 因为你在海湾休闲 而且它那边的饭店 是VILA的 VILA式的吗 VILA的 或是那种度假村行式的饭店非常多 而且等级都很高 但是价钱不会很贵 因为他们重视享受 所以价格算是很亲民 另外像南越有著名的牙庄 牙庄 像胡志明市 其实这个都是你第一次到越南可以考虑的 但是不一定你要一次全部走完 应该是看你的时间吧 一次全部走完感觉很累 因为现在一般来讲 以台湾的旅游习惯来讲 一般大概都是五天 可能是北越五天 中越五天 南越五天 那如果你要全部走完最快也要九天 对啊 而且不用一次 我觉得既然那么近 就来日房长大家慢慢去 其实越南越南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所以他没有分什么旅游的淡忘季 他基本上没有分成 他只有雨季跟甘季 但他的雨季又不像你去泰国 或是到那种一直天天下着 下着快发霉 那他们又不是 他可能是下一阵子就停了 下一阵子就停了 所以他就算是雨季 他也不会算是他的淡季 因为他就是他不会一直下 像我们没雨季这样一直下 对对对不会 所以他雨季也是一样是 对他只是雨季 所谓的雨季只是下雨的天数比较多一点 只是下雨的天数比较多一点 而且他们都是不会说一直连续这样 可能好几个小时 这样一直下 他可能下 每逼下个半个小时 就停了这样子 对就放晴了 而且他也好像他有没有什么冬天的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冬天 就是也是四季如春这样 就是温度都不会太高或太低这样子 可是他夏天不会很热吗 夏天其实如果说 以跟台湾来比的话 他们夏天是不 温度上是不会像台湾那么高 而且因为他都有海风 海风的水型 所以基本上还算还算蛮舒服的 所以就是越南他没有分什么淡忘季 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冬天可以去那里稍微温度高一点点 还比较舒服一点点 稍微避寒一下 然后夏天去避暑一下 而且像他中约的话 如果到他的像现岗或牙庄的那种 度假饭店去玩 那个饭店都非常高级 里面有SPA 桑马什么都有 然后你甚至可以到那边泡个两天都OK 就是要去那里享受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夏天上讲 就是一次去就去 不管北越中越南越 就一次去锁定一块地方 一个区块 然后好好的去那里享受 然后度假 然后放松这样子 那越南的市集呢 越南的市集其实跟我们台湾有点像 有点像喔真的 菜企业那种 真的喔 就是很传统的那种菜 你知道他们菜企业会卖咖啡 是喔 他们不是咖啡就是他们的日常吗 对 然后他们菜市场可能小摊贩都会卖那个 冰滴咖啡 冰滴咖啡 看饭在卖冰滴咖啡 卖冰滴咖啡 有点稍 他们的咖啡基本上如果用台币来算是真的比较便宜 真的比较便宜 最便宜的大概一杯差不多台币十几块就有了 十几块 毕竟他是那个出产地啊 对对对对 既然量这么大的话 他东西就可以便宜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连去菜市场都可以买到冰滴咖啡 对对都可以买到冰滴咖啡 那你台湾买一杯至少五六十块 对啊 然后在那边大概十几二十块就有了 喝到包 那真的是咖啡当水喝 真的是 我觉得还还还还蛮特别 而且我真的觉得听Gavin解说 觉得越南真的是 还还很多好玩的地方 你要看你是要是要走哪一条路线 大自然的 你要大自然的 或者是要休闲的 或者是想去体验他们的文化历史 各有各有各不同的方向 真的是 对那其实到越南都可以吃些什么 或者是哪一些东西可以买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个阶段 再来跟两位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